明老师,为什么你的三角莓盆盆呢?花都能开得这么多,这么爆 而我自己的三角莓呢,要么不开花,或者只在枝条的顶端开几朵呢?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原因吧 第一,你可能买到了兰花品种的三角莓 如印度花爆、黑暗循者、绿叶大红等这些品种呢 要用好多方法才会在春秋两季开花 建议新手花友呢,购买好氧,不用怎么折腾的 业爱开花的品种来养护 如广红莓、张红莓、绿莓、红莓蝶、公粉、金芯纯白、金芯双色、加州黄金 塔类三角莓、马斯、粉红豹、叶子冰、口红等这些三角莓呢 好氧、情花、亦爆花 只要你品种选对了,他就非常喜欢开花了 第二里的阳光呢,一定要充足 三角莓最好有五个小时以上的紫色光照 我是在阳台外面打了花架 然后三角莓的像这样 有六个小时以上的紫色光照 光照好三角莓色彩艳 花朵多 花开的次数多 如果你只有两三个小时的光照 三角莓呢,不淡 花色比较淡 甚至会开成白色 花朵呢,也会很少 花开的次数也会少 第三,要学会促分支养灌符 分支多灌符大呢,它当然就会花开的多了 我们将这护丸一带呢,5到8月份是三角莓封整的季节 这几个月如果你的三角莓呢,是枝条直立性较强的 可以采用重简的方法来促分支 像这样,如果你的三角莓呢,是枝条比较细软的 你可以让它自动下锤 或者横拉枝条来促分支 在促分支 长灌符的时期呢 以一家轮的花盆为例 一两个月用两三把羊粪 十天左右放20粒 三元复合肥就可以了 当它的枝繁叶冒了 灌符圆润了,再去控水 醋花 当然呢,醋花期要选择晴天多 雨天少的时间才会有效果 等它有小花包了,像这样 肥料变成一颗零酸二斤甲 加一颗花朵朵一号,对准两千毫升 一周呢,灌根一次 它们的花朵呢,就会变得多 变得大,变得艳丽 第四,关于修剪 刚刚说过了,你想促分支 就重简或者横拉枝条 如果你的灌符已经很圆润了 很饱满了 你只想让它开花 如果是琴花品种呢 每次花后呢,只需要剪花梗和 只剪一些土长之条 修剪之后呢,放点养分 然后还是用一颗花朵朵一号 加一颗零酸二千甲 每周呢,灌根一次 那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它们就会又满头花包了 第五,三角梅花盆呢 低控一定要多 青山盆,加仑盆盆,爱丽丝花盆 虽然便宜,不好看 但是呢,三角梅很喜欢 再配上疏松透气的土壤 你可以用通用土 加克力土 如稻壳或者粗纱 或者珍珠盐 再加点田园土 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水浇下去 只要它们能迅速渗下去就可以了 这样的盆核土呢 在多余的季节 三角梅不易积水 不易烂根 才会生长得好 花开了爆 第六,三角梅花盆呢 不要太大 你看我的这颗广红鹰 灌幅有六七十厘米 我只用十五厘米口径的花盆 这颗绿鹰灌幅有八九十厘米 我只用二十厘米口径的花盆 土的厚度呢 也只有十五厘米左右 盆小土少 三角梅爱开花 盆大土多 三角梅爱长枝叶不开花 第七,三角梅的水 不要浇多 水多呢 淡肥就会多 只爱长枝长叶不开花 所以呢 你看同一个品种 地灾不好 空水就是枝反叶貌不开花 实在不会浇水呢 每次等叶片发染 再浇水就可以了 这一点呢 薪水一定要记住哦 好了 三角梅养护方法 你学会了吗 感谢您的点赞和观众 稍会